交通部分带来关注的是北捷淡水新一线就在今天下午发生了异常的状况 有网友在脸书发文表示说在双联站上车 但发现列车进站的时候居然停过头了 而另外还有在中山站有民众说列车的车门开启时 跟月台的闸门并没有对齐 接下来到原山站列车就不提供载客请大家下车 对此北捷表示说列车出现了紧急刹车的讯号 因此安排旅客换乘下一步列车 波置于异常的原因还要再查 民众无奈站在北捷双联站月台无法上车 因为捷运列车车厢竟然停过头了 而异常状况不只发生在双联站 民众拍下当时画面并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在中山站上车发现车门开启时 车厢车门竟然和月台门没有对准之后 列车行驶到原山站后就广播请所有旅客下车 不提供载客 是会很恐惧的第一时间应该要广播让 就是说旅客知道说是什么事情发生 突然紧张了吧因为也不知道能不能下车 还是车子会不会故障之类的 就是如果没有对齐的话感觉下车会有点危险的 北捷表示列车异常事件发生在5号下午2点13分 淡水新一线名泉西路站往淡水方向 列车出现紧急刹车讯号因此抵达原山站后 就安排车上约800位乘客换乘下一步列车 至于列车异常原因还有待收回机场后 详查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